我向滿人間 絕塵踏月風度偏偏 一眨眼只剩下一縷煙 留不住來不及思念 我問我自由何家 天地大是海我家 只清楚若為輕易付出代價 月亮我也能扛下 無所謂天下無敵 神兵器同槍鐵 畢也有空隙 八九問月還願誰能這身去意 飛煙彩蝶為我算意 看誰在心悄歸迷 連命令比武士顛覆了真意 心下藏意揭露所有軌跡 一香氣為我留下 修傳情 好 這個老臭蝶果然說得沒錯 他真的是不拿正眼瞧我一下 今天這田樓不錯 要不要我加個給你嘗嘗 當然要了 謝謝金姑娘 金姑娘 這個蝦很新鮮的 嘗嘗 真的很棒的 你要想給別人加菜 至少也得選雙你沒用過的筷子 你不嫌自己髒別人還嫌你髒呢 這規矩你難道不懂嗎 不 不是 金姑娘 金姑娘 金姑娘我不是這個意思 老酒鬼 你想不想吃烤魚啊 當然想了 那要不要我烤給你吃啊 行了行了別噁心了 你能抓到嗎 好 你等著 我也還怪 這魚怎麼成群結隊的讓你抓 他們是不是瘋了 想不想吃的 別賣關子了說吧 那就閉上嘴 聽我給你指教指教 知道這些魚 游來游去的在幹什麼嗎 我要知道就不問你了說吧 說你聰明吧 你笨得要死 他們在搬家啊 搬家 搬到哪兒去啊 這魚跟人一樣也會怕冷 所以等到每年秋深冬至的時候 都會順著暖流油 知道嗎 你看看這些魚 已經游了幾千里的路 所以啊 肉質非常的結實鮮美 嗯 你聞聞 是不是 嗯 所以海上的漁民 往往只有等到年終的時候 才有次好的收穫 你這個海怪 對魚還真懂得不少啊 只可惜 對人事還是不通 久聞張三先生 派王捕魚冠絕天下 今日一見 果然名不虛傳 在下佩服佩服 好 漁夫 你很厲害 那邊還有很多魚 我去那邊捕 夠了 已經打那麼多了 打一打 知道你厲害了 真是奇怪啊 每次張三一打魚 他就突然間變得很可愛了 舊鬼啊 其實海怪 跟王瓊有點相似 王瓊 誰啊 是多年前江湖上 一個很有名的劍客 只是江湖中 知道他的人並不多 為什麼 他跟張三有什麼關係 他這個人 又髒又懶又窮 而且還是個殘廢 所以他不太願意見人 如果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 他是不會拔劍 那他拔了劍又如何 他的劍只要一拔 他整個人就開始變了 變成另外一個人 變得狐狐生威 生氣勃勃 那時候 再也沒有人覺得他髒 也沒有人覺得他是個殘廢了 我知道了 因為他的整個生命 就是為了劍而活 他把自己的精力 全部寄託在劍裡面 劍就是他的生命 小鬼 你這個解釋雖然不太好 不過意思已經很接近了 快點人幫忙 曲不知張三先生今天打的是什麼魚 你看不到也知道他打魚了 這個叫人魚 人魚 難道這世上真有人魚 袁公子 不是人鱼 是鱼人 是女人 那 是死 是活 你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肯定是活的 世上哪有那么漂亮的死人呢 袁公子 看来还是要劳烦你了 在下目中无色 相帅却是心中无色 死了 连呼吸都没有 怎么了 没气了 金姑娘 如何 的确也没有呼吸 但是还有微弱的心跳 那还有得救吗 还有心跳 当然还有救了 你知道他们是受了伤还是得了病 你救得了吗 我现在奇怪的是 他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岛上 这些事情回去我们再慢慢研究也不迟 现在我看还是救人要紧啊 嗯 却不知相帅 是否已经看出他们的呼吸 是为何停止 嗯 这呼吸已经停止 心跳却还在动 我倒是 从来都未曾见到过呀 也许 他们是故意屏住呼吸呢 他们似乎并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 这四位姑娘的内功 根本没有那么深厚 绝对也没有这个能力 把自己的呼吸停顿那么久 如果查不出病因来 还怎么救人啊 也许在当今世上 唯一能救他们的只有一个人 人在哪里啊 幸好啊 就在此地 是谁啊 兰太夫人 想必这位兰太夫人 就是枯梅大师 那兰太夫人又是什么人 对 江总万世 一道精绝天下 大家想必也曾听说过 但这医中之神兰老前辈 多年前已经先世了 而且并没有听说 他有什么传人哪 兰世一道 一向传习不传女 这位兰太夫人 也正好是当今兰世一道 唯一的传人 只不过 不知他老人家 愿不愿意出手相救 这样吧 我们一起过去求他 想必他老人家 也不好意思拒绝吧 走 这件事情 家师都已经知道 就请各位 先将四位姑娘带下去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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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这件事 倒是蛮热心的吗 我本来就很热心哪 救的若是男人 只怕你就没这么热心了吧 我要是这样的男人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今天晚上老时候老地方 难怪江湖上有句真言 没有女人就冷冷清清 有女人就鸡犬不宁啊 所有男人都出去 我进来看 干什么鬼鬼祟祟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 看 你们两位给我回避一下 是 袁公子 不知你是否已经将此岛上的四周 全部都探查过了呢 在下来此地 时间尚浅 虽然已将四周环境 安排下人探查 不过毕竟 此岛占地甚广 南边更是山林密布 悬崖陡峭 十难一愧此岛全貌啊 照袁公子你所说 也就是说此岛或许还有别的出落 有此可能 有此可能 不过毕竟此岛 地势严峻 错综复杂 若无准备 在下也不会贸然探查 好 原公子所言极是 以原公子所见 可否知道这四位姑娘是从何而来呢 这四位姑娘是如何来到此岛 在下也正百思不得其解 那很简单 我准备准备 找个时间 把全岛整个探查一遍 既然岛上没有人 那他们从哪里来的 古老相传 海上本多神秘之事 有许多也正是人所无法解释的 如此看来 我们要把这个岛 好好地查一下 搞不好 到时候我们又要遇到鬼 而且还是女鬼 即便是女鬼 那也是冲着你来的 放你的狗屁 那不是冲着你 好 去哪儿 刚才那个女子的声音 正是 快开门 师父 西亚南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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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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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什么事啊 你 好 你 我 我 是 你在哪儿 你 你 你看啊 你 难道他 是你 是你害了他老人家 一定是你 我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你的阴谋圈套 你拿命来吧 他 燕楠 你 胡兄弟不必着急 这位姑娘只不过是急痛攻心 索与阴厥 在下 根本没有损伤她毫发 究竟是不是你的阴谋 不 直到现在为止 在下也不知道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方才为何要默认 在下没有默认 只不过不想辩驳而已 为什么不辩驳 男人若想和女人辩驳 岂不是自找麻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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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怕 别怕 可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他们也休想活命 我师父临死前 已经为自己报了仇 他们得手后 立刻就想逃 却未曾想到 我师父近年 已经练了摘心手 摘心手 他老人家觉得 江湖中恶人 越来越多 练这门武功 正是专门为了 对付恶人用的 这套摘心手武功 乃是华山派 第四代掌门 辣手仙子 华穷凤所创的 不过 他老人家在晚年 也觉得这种武功 实在是太狠辣 所以也严禁他的 门徒再列 至今这套武功 失传已久 道不知令师 是怎么样得到 其中心法的 兰台夫人 是华山派枯梅大师的 方外治教 难道 袁公子没有听说过吗 摘心手 确实是一套 十分狠辣的武功 不过用来对付江湖上的 一些不孝之徒 却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倘若他老人家 事先没有学会 这种武功的话 我想 只怕他们现在 都已经逃跑了 若是他老人家 用别的武功 难道就杀不了他们 现在武林之中的武功 大部分都是以内力为基础 才能发挥威力 他当时已是身受重伤 怎么还提得起真气呢 不错 但是摘心手 是一门 很特别的外门功夫 只要拿捏得好 用巧力 是可以发挥出 很大威力的 我想他老人家 一定是凭着最后一口气 使出摘心手 才将他们一举而毙 楚相帅果然冤博 纵然如此 他们还是跑不掉的 我们不是死人 不能眼巴巴 看着他们逃走啊 话虽不错 他们是女人 又是衣冠不整 要是冲出来的话 谁又肯上前 把他们给拦住呢 我从海上 把他们捞上来的时候 他们身上 又滑又腻 纵然要拉 也未必能拉得住 不用拉 拦住他们就可以了 可是他们如果突然间冲出来 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骤下杀手 况且 这间屋子 门不只有衣扇 海外说得对 由此可见 他们一定是有个 很周密的计划 才会来此行动的 他们故意衣扇不整 想必也是他们计划的 其中之一 他们怎么会知道 兰太夫人 在这个孤岛上 又怎么会知道 兰太夫人 会出手为他们医治呢 我想这些问题 只有他们自己 才能够解释 只可惜 兰太夫人 没有留下他们的活口啊 疫情 率是临终前 可曾留下什么遗言哪 我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一看到血 爷 就晕过去了 我想兰太夫人也不会说什么的 因为她根本没想到这些人 会来袭击她 所以才会惨遭毒手的 兰太夫人 已经没有在江湖上走动数十年了 所以根本不可能跟任何人结下冤仇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 出心积虑地去暗算她 为的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 这秘密总会有揭穿的那一天 现在我只希望这些可怕的事 以后永远莫要再发生了 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这是为了什么 枯梅大师临死前 是否跟她说了些秘密 她却不愿意告诉别人 也不敢告诉别人 来 老叔叔 现在总可以好好说了吧 说什么 你说枯梅大师 为什么会就这样死了 你难道没有话说 是啊 你看了这么半天 有没有看出点什么头绪来 我知道的事情 想必你们应该也很清楚吧 不不不 我们想听听你怎么说 那好吧 第一 那些行凶的采珠女 绝对不会是主谋 这我知道 那主谋是谁啊 主谋是谁 我暂时也想不出来 不过她一定知道 那兰太夫人就是枯梅大师 这一点我也知道 他们想杀的人就是枯梅大师 这枯梅大师和兰太夫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已经很久没在江湖行走了 而且昔日的仇家 也早已经都死光了 所以事情的关键就是 云随云她说的那句话 到底他们为什么要杀她 动机在哪里 海贵 酒鬼 这杀人的动机 不外乎就那么极主 金钱 仇恨和情感 我想这几点 枯梅大师 应该都不会有所牵扯吧 对啊 枯梅大师既没有仇家 也不是有钱人 更不会牵扯到 情爱的纠纷哪 所以枯梅大师 既然不会牵扯到这极点 剩下来的 就只有一个理由啊 什么理由 就是那个凶手 他知道 如果他不杀了枯梅大师 枯梅大师 枯梅大师就会杀了他 那就是说这个凶手 就是出卖 清风十三世秘密的人 所以那个人 就肯定在蝙蝠岛上面 是吗 是吗 没错 所以那个凶手 肯定知道兰太夫人就是枯梅大师 而枯梅大师此行 就是为了去揭穿他们的秘密 所以他才先下手为强 不惜任何代价 都不让枯梅大师活着上蝙蝠岛去 既然如此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是谁 为什么不一起把我们全杀了 也许 他们觉得要杀了我们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 他们觉得我们武功很高 也许 他们觉得我们人多事重 也许 好了 好了 哪来那么多也许 老丑丑 你说 也许他们有了全盘的计划 可以轻易地将我们给杀死 所以他们并不着急 也许 他等我们到了蝙蝠岛上面 才把我们全部给杀掉 这也很有可能啊 因为那个岛 本就是他们的地盘 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哪个方面 他们都占尽了优势 而我们 而我们连蝙蝠岛 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都还不知道 想要知道蝙蝠岛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只有去问一个人 谁啊 谁 你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连做梦的时候 也没见过那蝙蝠岛 到底长得什么样啊 你虽然没去过蝙蝠岛 但是金姑娘去过 你现在若是去问她 她肯定会告诉你的 哦 对了我差点忘了 还好你提醒我 我啊 还有一个约会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啊 你уз 啊 啊 我是不是来迟了 刚才你没听到 有什么东西掉进水里 是什么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你怎么不说话 其实无论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跟我说 那个高姑娘 其实我跟她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 我跟她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什么 朋友 难道不是朋友吗 你 你一直在这里啊 这里没出什么事吗 没有 没有别人来过吗 你若是约了别人到这儿来 那我告诉你 她根本就没有来 可是我刚才好像听到点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 我听着好像 有什么掉到水里的声音 还有人在尖叫 那可能是你在做梦吧 来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来 跟我走 来 金灵芝不在房间 她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你怎么不开门呢 三更半夜的 三更半夜的 你为何要来敲我们 难道你 你一直都 在这里没有出去吗 到哪里去 你约了我的 你忘了 我约过你吗 我根本就不记得 我根本就不记得 来 来 来 晓南 对不起 我错了 这反正是你的老脾气 我已经习惯了 对不起 你也不用太难过 女孩子们说的话 本就不应该算数的 也许 她并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这样吧 你若还是觉得不开心呢 我可以陪你去喝两杯 那好啊 我去找两坛酒去 你等我啊 老胡 怎么了 你还跟七八年前一模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 其实 你也一点没变 我变了 我变老了 没有 我变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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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是一样不能啊 我变老了 你也要是一样不必要 这大半夜的是哪个不长眼睛呢 出来鬼混 害得大家都睡不着觉 竟敢偷袭金姑娘 不对 是偷袭了金姑娘的门那才对 所以呢 我特地跑过来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我非这小子一直在旁边偷看 老街鬼 你说说这个岛会不会有什么古怪 像你所说的有什么鬼呀怪呀的出现 像那种花精啊蝴蝶怪呀 要不然深更半夜的 谁会跑去拆一个大姑娘家的门呢 你说是不是 生气了 我只是路过 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我走了 对了 你要是想喝酒的话 到海滩去找我 哈哈 嘿嘿嘿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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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你唱歌了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这火不够旺 我就把我滚蝉火过来啊 向水 他们怎么办 没事 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我来说 你就是把我撑了 别会儿 我可以儿子 我还没劫 你怎么能有没有 我忍不说 我忍不说 你会儿子 我忍不说 我忍不说 你拖累子 你来特别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世上难道真有此物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生难免有太多争斗 百年之后 没了酒 一生难免有太多争斗 有几个朋友 前和白都感受 浪花 逃不尽陈旧 说不尽风流 拼搏过一身何求 你是最强的对手 最好的朋友 宁愿一生平手 无论风雨多几周 潜入多锦绣 任险白奔流 为三国已足够 一生有多少对手 有几个朋友 成和白都感受 浪花 逃不尽陈旧 说不尽风流 拼搏过一身何求 是最强的对手 最好的朋友 宁愿一生平手 无论风雨多几周 潜入多锦绣 任险白奔流 会三国已足够